所以佛门有一个规矩 身份暴露了 马上就要走了 这个是规矩 假如你遇到有人 说他是观世音菩萨在来 说完了 隔天还在 那你就要冷静一点 要用佛 教导的 立的这些规矩 来判断 佛有讲了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 如恒河沙 大家去过印度吗 印度的恒河 恒河旁很多沙 那个沙子 小到就像面粉一样 大家算一算 恒河的沙的数目有多少 所以代表我们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比 正知正见的老师还多 也代表我们一定要会判断 那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众生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判断 他最主要用什么手段呢 用讲经教学 释迦牟尼佛如是 孔子 亦如是 祖师大德 也都是这样 这个都是我们要会观察的 还有六祖大师 在谈经当中有提到 威因王佛以前 有无师自通的 威因王佛之后 就没有无师自通的了 他一定有老师的传承 教导 我们现在很多 还不少姓众 他都说他是直接跟观世音菩萨学的 他直接可以通的 他没有一个世间具体 有法脉传承的老师 这个都要谨慎了 没有人是无师自通的 他是有老师指导的 你说他跟观世音菩萨直接学 谁能保证 那是不是观世音菩萨 像我们师长老人家 他跟李秉兰老师学习 李秉兰老师是师臣应光大师 这是有师道的传承 而且老人家 亲近李老师十年了 师长说的 好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不懂 在清静的过程 才懂这些做人做事 都要清静善知识 看善知识 怎么把佛法 把辱事道 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悟当中 所以这些很重要 他要有失识 我们仔细去观察 很多邪教 他都是说突然他就开悟了 这个都不靠谱 包含 包含善知识都是谦虚的 他不会一直标榜自己 沉静谦和 主事真诚 恭敬谦虚和睦 没有说善知识 动不动就骂人 脾气很大 这个我们都要冷静观察 为什么 这攸关我们的法身会命 所以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讲到 从明师受戒 那个明是明白的明 不是有明的明 他是修行的过来人 他不是修行的过来人 那就变成 以忙引众忙 他自己都还不清楚 这个路怎么走 他就带头带人 很危险 镶嵌入火坑 所以我们很幸运 我们能遇到师父上人 他跟着三个老师 讲学六十二年 这是真正的明师过来人 我们能依止他的教诲 真干 万修万人去 善知识事现 一心就是为了成就每一位 跟他有缘的众生 有缘的弟子 他老人家讲学都是河盘脱出万 我们哪怕只是听他半个小时的开示 都是他一生修学的智慧 包含他人生的阅历 都在其中了